六個案例 那這六例當中 五位已經離院 一位在一般病房 講完連三天親自作證記者會 30號北市再增六例通報 都是輕症 其中案17女子吃了滑蛋和粉 肝指數偏高 未求謹慎安排住院 而家務病房的四人 有一位傳出好消息 住在內吳三種的家務病房 這一位 包括他的相關的一些 生物監測指數 肝指數等等 還有白雪球都持續的在下降當中 另外三位在家務病房 當中的一個患者 那持續的狀況 都還是屬於惡化當中 緊盯個案病情外 北市同步機查餐廳 二十九號下午 食安關突襲原版A13美食街 二十七家業者中十二家合格 三家環境衛生缺失 還有九家業者缺失 包括未登陸平臺 未提供進貨單等等 三家則未營業 衛生局要求限期改善 未來一個月 北市也會成立機查專案 針對白貨大賣場的美食街 臺北市目前有這樣符合資格的 有包括三十七家的百貨公司 跟大賣場的一個美食街 在一個月內 我們要派出大量的機查人員 針對這一部分的飲食安全 做全面性的機查 保齡案 眾多患者都吃了炒果條 因此許多縣市學校 營養午餐佔進果條 但如今關鍵果條 卻未減出米酵菌酸 讓產生米酵菌酸毒素的源頭 再打上大問號 有可能是醬料 是不是營養午餐 全面就進果條 我覺得這又太過了 這個就太過恐懼了 料理的過程 也不會只有單純的 當然還有包括 整個叫西洋館的食材 醬料等等 都把它全面的做 一的檢視 醬料部分 北市清茶八家業者 共十項產品 公司在北市有三家 外縣市五家將與其他縣市合作 逐因清茶 蔣市府稽茶不間斷 要平反外界質疑的 羅斯松 那這一位 他已經有做採檢了 那他的 他是在饒河店 那這個等檢驗結果出來 就可以釐清了 根據衛生局三十號 最新通報 三月二十三 一名三十七歲女性 吃完保齡的咖哩人 當汗奶茶後 腹泻噁心 三月二十四號 又有一名二十二歲女性 吃完超過條後身體不適 他們共通點都不再爆發的 信義A十三店 而是保齡的饒河總店 保齡中毒案延燒 現在連饒河店都有案例 現場可以看到有鍋碗調盆 調味料 還有雞蛋都放在外面 十分髒亂 對外開放式的廚房空間 已經蓋上帆布 不過煮飯的鍋子 還有清潔用具 都還是對訪在店內 如今饒河店也出現中毒案例 他的廚房是在外面 這種夜市外食的本身就會比較會這樣子 因為你自己不乾淨你想來的這些夜市人 顧客誰會來你的店 實際上北市府衛生局在二零二三年七月和十月 就兩度到保齡位於饒河街的分店機茶 環境髒亂過程更拖了半年 一直到二零二四年三月 第三度到廠機茶才終於改善合格 二零二三年機茶就發現缺失 過去也曾被投訴環境髒亂 附近店家更表示 饒河分店在打烊清潔的過程 做得很隨便 目前截至三十號 饒河店已經有兩起案例 中央表示還需要等採檢結果出爐 釐清有沒有外闊的跡象 三星的高雲訊王沛華 台北財富報道